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9日 星期四 這節繼續John Connor 跟大家說一些有趣的事情 這節有關香港人士 有關英國事 還有弱智藍絲事 到底搞甚麼呢 原來就是英國 政府 Boris Johnson Boris Johnson 出來 公佈最新可能要加稅 原因是因為 英國的政府支出 因為疫情 因為疫情 令到 醫療所產生的 醫療保健和社會費用大幅上升 所以 公佈需要加稅 彌補支出 Johnson在英國時間7日的時候說 這次要鎖定了 上班的一族 還有英國企業 還有 要求他們需要多付1.25%的新資稅 要求 多了 支出的稅項 用來填補英國的國民保健 NI 就著這個事項 首先第一 醞釀英國也有激烈的討論 英國 有很大的反彈力 可以想像到 一個地方 一個民主國家 你無端端公佈加稅 一定會收到來自多方的反對 尤其是我實際上詳細看過英國的 不同界別的說法 實際上他們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現在英國 剛剛 才是 脫鉤 也從 疫情之中剛剛開始回復 經濟慢慢就開始復甦 如果這個時候 大幅加稅的話 對於整個英國的經濟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所以英國的不同界別 包括商界 英國商會 還有就是英國大量的企業 都表示反對這件事 因為如果他們 這樣去增加這個稅項 可能需要他們在人力市場調整 被迫使得很多企業 可能就要考慮財餘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變相其實就是 令到 英國的就業市場 以及整個經濟復甦 會受到影響 所以來自英國很多界別 都認為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加稅 這件事本來就不是甚麼大件事 但是竟然我今天 就是 發現有大量藍藍的朋友 不斷 share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 就是 英國政府宣布加稅 BNO移民和手足 是不是分分鐘會縱伏呢 這個如此弱智的標題 當然就是 來自藍媒 這個就是來自港人港地 將一大堆移民了去英國 或者流亡了去英國 的人物 包括羅冠聰等等 韓寶生貼出來 說這些手足會不會中伏呢 中甚麼伏呢 加稅關他們甚麼事 我們真的發現 那些藍媒 其實真的是有一點點智力問題 還有一個智力有問題的物體 一條女人 出了一個專欄 說英國加稅了 你們那班甚麼小黃人 我當然叫大家不要去看他們的影片 千萬不要益他們 半個view也不會益他們 但是就很難找我 因為我要做些折新聞 被迫 要聽垃圾中的垃圾 說這些廢話 屈詠賢 因為英國政府加稅這件事 就出了一個聲音專欄 就說你一大堆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要尋找後悔藥 有甚麼那麼後悔 加1.25% 還有很多時候是僱主 就是要付了 還有1.25% 有甚麼那麼後悔 屈詠賢 你們是不是弱智 是不是 1.25% 他整條影片還要算出來 說一個如果 賺兩萬多元 一個月 一個 打工的人 就會交多很多稅了 大家猜一下交多多少稅 原來 交多180磅 很多 你聽到這裡是不是想死 一個 連身 連身 21,000磅的英國人 原來要交多 180磅 180磅 不夠2000 2000元 2000元不夠就已經看到 那些藍絲好像 歡喜若狂 好像撿到寶 發現英國又有甚麼黑洞 英國加稅 加了1.25% 有甚麼那麼重伏 原來 一個年薪21,000磅的英國人 要付多180磅 那就要尋找後悔藥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們再一次證明 一 藍絲是弱智 二 低能 三 就是 他們真的不見180磅 原來也幾乎要跳樓 你要多加180磅 快點 上去國金跳下來 最好笑的就是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針對市場 不單止完全不是那些黃絲 香港人 他們其實 現在我發現他們是針對著那一班就是因為 英國開放了 被香港人可以逃亡 英國 有大量的藍絲 因為少少的利益 走去移民英國 你對著那些人 你說這種話 我們勉強也可以覺得合理 因為那些人本來就是喜歡賺少利益 一聽到 我要多加180磅英國 首先第一 你連來到英國能否找到 連身可以找到 21,000磅 我也有點擔心和懷疑 你的目標 就是找21,000磅的連身 原來還要多加180磅 然後你就叫苦連天 要尋找後悔藥 如果一個人真的要尋找後悔藥 我建議你 可以選擇去一個海邊城市 然後就跳海 英國也有大量的海邊城市 方便 跳到大西洋 或者跳到英倫海峽 整篇港人港地針對著 一些去了英國的政治人物 包括羅冠聰、李永達 還有 韓寶生 大致標題指這群人會不會中伏 首先第一 根據我理解 大部分的人 就是在申請政治庇護 所以麻煩你做新聞的時候 有一點點常識吧 他們本身正在申請 政治庇護 他們本身已經不能夠 在這裡受僱了 其實 換句話說 他們根本就不是受僱的狀態 他們怎麼會需要繳交 這個和 新金有關的稅項呢 他們為了吸引 大致標題 做這群政治人物 就說他們要重複 出來就說很慘 搞到180磅稅 要出來籌期 要求網民 包養 你們真的有沒有常識 其實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Tony 另一節會再講 關於英國的稅務問題 英國的稅務 是修改了的 現在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住超過半年 183天的話 你就會成為這個地方的稅務居密 換句話說 他就會當你是英國人 你即使覺得自己還在持有香港身份證 你也需要 報足那個稅 也包括你們的租金收入 例如你香港拿著兩家屋 還在收租 因為你已經成為了英國的稅務居民 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 那些藍媒拿著這些 利益大放缺詞 說你們移民到英國 說真的 會拿著 那麼多錢 拿著資產 打算在香港收租 再移民去 英國的人 坦白說那些根本就不是黃絲 我們也可以很肯定 就是一大堆 這些就是藍絲 又或者應該叫類似藍絲 我也不知道應該叫甚麼 會這樣去做事 令人很難想像 其實就是香港人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報導的這個內容 基本上就是針對着那些 因為 BNO政策 而能夠去英國的藍絲 還要繼續寫 這些人都賣了家當 離鄉別井 拋低連老老人家 就是要用BNO去英國 做二等公民 現在英國面對疫情風險 經濟衰退 還要加稅 好了 我想告訴你 疫情風險 經濟崩潰 經濟衰退 那個地方 就叫做中國大陸 和香港 那麼你們有沒有吃錯 你們有沒有吃錯精神藥 人格分裂 都不知道自己說了甚麼 後悔藥 交多180磅英鎊 就會後悔到要覺得 要回去香港做韭菜 被你政治打壓 被你政治迫害 那些也不是人來的 如果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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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給他880磅 英國政府了 我還是回香港了 那些百分之一千也不是黃絲 那些最適合陪你們一起上去發展大灣區 那些最適合陪你們一起上去發展大灣區 你說得好像中國大陸沒有稅收 屈榮賢 港人港地 你 有甚麼用心 現在中國大陸在說共同富裕 稅收本身就是一個財富再分配 中國大陸經濟都會加稅 你不說 中國大陸經濟都衰退了 你又不說 經常擔心有人後悔 我告訴你 後悔有很多人 不過那些大部分都是藍絲 他們就有得後悔 最好他們在跳海 關我們 關我們蛋治 還有大家要注意 移民英國就是需要有機會 有機會可能會有一個Google Tax 坦白說 你要 去一個地方 有民主自由 其實一定會有另外一些代價 如果你純粹因為要付全球稅 沒得避稅 很不開心 就不來 英國了 你決定留在香港 繼續受政治迫害 寧願不出聲做藍絲 只是證明了你真的是一個藍絲 其實真的很簡單 所以我真的不覺得有問題 我覺得 甚至乎某程度上 歡迎這件事 如果你細心一想 如果一個那麼簡單加1.25% 的稅項 180磅英鎊就使得一大堆 基於利益就不來 藍絲就不來 其實非常之 歡迎這項政策 尤其是看到屈穎妍那些混蛋出來說 叫人們不要來英國 我也呼籲他們千萬不要來英國 你要交全球稅 你要交1.25% 你會成為稅務居民 所以你們 千萬不要過來 英國就快要崩潰了 沒有了你們的1.25% 這個國家就快要崩潰了 英國就快要破產了 我會相信這些話的 真的麻煩你回香港了 真的 真的 稍為有常識也知道這些笑話 這些話竟然有人相信 還在周圍分享 才好笑 有時這個世界 充滿反智的人 如果你們正常就不用做藍絲了 所以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評論 應該 對於你們 來說 應該這麼說 對於你們來說 你們覺得這些是正常新聞 是正常的 因為你們本身 一群人都不正常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其實覺得 想想一下 真的很認真 覺得這件事 值得慶祝 最好那群人就去跳海 我們今節就說到這裏了 請大家繼續 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點擊廣告 欣賞廣告 我們也有可能需要繳交英國的稅行 但我們是樂於比的 來得這個國家 做這個國家的公民 就有公民責任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了 拜拜 拜拜